他不光事业有成,并且成熟稳重 他不太考虑过你把这选择语录读出来的时候妈妈的感受 我觉得他会很失望 我这么说吧,如果再让你写一条选择语录的话,你会写什么 我不会干 什么样的原因让他有如此的想法 我会觉得对这个语录感觉挺惊讶的 我在想是不是他以前有过一位聋哑的女朋友 专家鼎力相助 韭菜姐在过程中充满了幸福 我十多年不能跟男士这样活了 热辣点评 我在这儿其实扮演的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角色 就是总是在找别人的麻烦,找别人的问题 女儿完全是因为您 为了我放弃她 选择是我们爱的舞台 他放弃了一切 没错 这日之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选择 今天这期节目呀,应该说 我们来了五位特别优秀的年轻人 将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帮助他们寻找爱情 掌声有请一号女嘉宾 请陪我穿那高跟鞋 您在这儿 我要穿个平底鞋 没法见你了 您好 张老师好 张老师好 请坐 请坐 大家好 欢迎一号女嘉宾 您好 您好 看上去非常年轻 二十多岁 对 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 对 二十七岁就来相亲了 我们这儿一般都是七十二岁 很靓丽 女孩蛮靓丽 而且很有自信 二十七岁 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跟我母亲 妈妈是哪位 对 这么漂亮的妈妈呀 我妈是为朝妈 朝妈 对 我以为是你姐姐呢 就是妈妈比你还朝感觉 对 妈妈着急你的事吗 挺着急的 妈妈希望你赶紧嫁人 对 可是要嫁人的话 妈妈肯定又心疼 又不舍得 嗯 但是 那没有 她希望我能找到一个 呃 比她还疼我的男人 哈哈 哎呦 这这比较 这你得先让你 你这女儿呀 变成媳妇以后 先疼老公 人家就会疼她 看上去是什么妖体 你觉得一号 很时尚 嗯 确实像她那个女儿说的很超 我自从到北京来吧 我就特别 啊 听到一种声音 就是鞭炮的声音 哎呦 就特别特别的着急 我说你看又有结婚的了 你赶紧吧 你啥时候 因为我们小区外边有两家酒店 嗯 每个周六周日都有结婚 就是别人一结婚是刺激您 啊是 您就觉得 那万一要是女儿嫁人了 你会不会觉得孤单了呀 呃 不会 嗯 您把自己整这么吵 你老公不生气啊 就说再出去能放心吗 哈哈 我单身二十年了 单身二十年了 是因为离婚了吗 是的 那也就是说你跟爸爸在一起 生活时间非常少了 嗯 小学差不多二年级左右 他们就离异了 所以我就在想 那一定是 这二十年来一个人带着女儿 非常的不容易 妈妈难受了哈 唉 其实我相信你平时很少在女儿面前落泪吧 是 您一定会把自己武装得特别坚强和强大 是 在你的印象中 妈妈落泪的时候多忙 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不希望那个让我看到他就是 呃 流泪的时候 但是我知道他一个人就是带着我 从小到大也非常不容易 你就是说其实妈妈和你 你们过过非常艰苦的日子 嗯 算吧 反正就是 因为其他 毕竟父母带着孩子那样 那么幸福 谁都向往 但是我这也没办法 就是我妈自己一个人 又当爹又当妈 然后把我自己养大 我真的 就是很感谢我妈 这个孩子非常孝顺 他那个毕业吧 准备到深圳 在深圳 所以上司公司 也特别重视他 然后 我正好也敢退休了 我就去了 我说 帮着照顾照顾他 可是呢 我到了之后吧 就是说 特别 那边潮湿 然后我的腿 就是得了习惯也颜 我说不然你就自己在着吧 我说我自己回老家 他不同意 他说妈这么远 你自己回家 我肯定不放心 他说要不然 咱们就 还是回北方吧 就这么我们 7月1号前来的北京 也就是说 女儿完全是因为您 为了我放弃他 他放弃了一切 听这故事 其实心里有些心酸啊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8090后 其实有很多孩子 我们想感觉上是有点自私的 或者说好像跟我们小的时候 接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但听这个故事 女儿应该是非常心疼妈妈的 尤其是刚才妈妈谈到 深圳那家公司 效益也非常好 但是为了妈妈 又放弃了工作 往往我们会说 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找一份好工作 收入比较高 另外一个呢 深圳那个环境 很多年轻人是喜欢的 但是妈妈觉得在北方 可能更适应 或者说到北方来 更有家的感觉 是 女儿就放弃了一切 来到北方 到了北京 那么这些事情呢 就像王芳刚才所提到的那个 甭分年龄 关键在人 另外一个呢 也谈到了家庭的教养 相信妈妈所做的很多工作 这个女儿是有体会的 另外呢 不知道镜头有没有捕捉到 女儿在抱妈妈的时候 过去擦眼泪 而且呢 这小姑娘还有小动作 干嘛呀 就像那个小朋友一样 葫芦芦芦脸 这边朋友看到没有 就给妈妈摸摸脸 糊涂糊涂这边 糊涂糊涂那边 就觉得那种 真的就像 哄一个小朋友那种感觉 但是这里边 凝聚着的是 女儿对妈妈深深的爱 我很敬佩这个女孩的母亲 能把女儿培养的这么出色 我很敬佩 遗憾的错过这个感人的场面 你干嘛去了你 我下去主要两件事 第一是让编导去拿点那个 餐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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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人是有点胖 他在坐这儿口袋 自个儿崩着 你啊 中午也斑 对中午就别吃了 所以我就特别想万一关键的你姑娘 如果在这个场合中 因为我们这个擅长吧 说实话 更擅长的韭菜姐这年龄段的 所以万一 您没找着 结果你妈妈 在我们这儿顺利嫁人了 你愿意吗 特别愿意 我今天来 其实就是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给我母亲推荐一下 那你快推荐一下 因为我母亲她今年是52岁 然后她 你看到了她的外表 就是一个 时尚 对 虽然是 就是看着非常年轻 然后我妈的心地也特别善良 然后特别能持家 她自己把我从小带大 就可以体现出了 她非常 就是会照顾人 然后就是我觉得 就是如果电视机前 有就是年龄相当的 然后觉得我妈还不错的 就是特别希望我妈 早点找到一个就是幸福的家庭 挺孝顺 因为她母亲自己带了一个孩子 我看着我也挺感动的 我们来看一下欣宇的基本资料 一号女士 刘欣宇 27岁未婚 吉林人秘书 选择一路 希望我的她 能够陪我一起耐守平淡岁月 这耐守平淡岁月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 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会产生很多火花嘛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希望找到一个能跟我一起 一直过日子的那种 就是及时以后就是日子会很平淡 因为时间长了不可能 一直有那种激情存在 所以我觉得就是想找一个 一直陪我到最后都会就是走到老的那种人 不会就是呃 会觉得那种平淡的岁月会很无畏 就是跟我在一起都会觉得很开心 也就是说您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对吗 嗯对 能给您一些安全感的 对对 因为我想我就在想 秘书这个职业 你完全可以回到老家去 为什么不愿意回去呢 嗯因为一是老家 就是我可能觉得工作的发展面可能比较窄 然后因为这个公司它也是比较大 因为我们公司有两千多人 就是比较正规的那种 可能这种在我们老家那边会比较少 嗯 然后在这的发展空间会比较大 我觉得对于我以后的职业规划来讲 会比较有利 嗯 所以你还是希望能够留在这个城市中 嗯对 好 之前你谈过爱情吗 嗯 谈过恋爱吗 嗯 其实应该算恋爱 但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刻骨铭心的一段恋爱 就是那种 嗯 你那段爱情是在什么时候 上学吗 嗯对大学的时候 嗯 其实怎么说 可能也就是说相处时间长了 然后就产生感情了这种 其实我本人倒不太相信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 我比较喜欢就是日久生情的那种 就是两个人接触多了 然后了解多了 然后会彼此产生好感 嗯 然后慢慢的在一起 我觉得这种感情就是会比较持久 嗯 刚才提到那个 我更愿意日久生情 而不是一见钟情 这就说明你的更落地 更务实 好多人一看 马上 彭人心动 接触每几天发现这个人 可能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 可能就另外一方面的问题 让自己特别失望 但日久生情呢 你考虑的是更长久 所以他这个观点 我是比较欣赏的 嗯 谢谢王老师 但是在我这个年龄的话 我就想要一见钟情的了 因为我觉得这时候 我们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一见面的话 就能知道对方 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人了 还是很看重演员的 对 非常看重 对 其实这姑娘啊 我刚才注意到你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呢 说明你其实活得特别累 我不知道镜头抓到没抓到 你每次笑完之后 回到不笑特别的快 一瞬间就回来了 就变得特别严肃 他很认真 他属于活得很认真 对 包括我们前面 谈到你的情感经历 你说没有什么刻骨骨骨心的 那个男孩最后 甭管他跟你分手 还是你跟他分手 你最不喜欢他的是什么 也没有什么最不喜欢 其实分开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 后来我那个去到了深圳 就是因为地狱的关系 两地了 你知道在你这个年龄 很多女孩 甭管两地也好 甭管什么任何条件 都阻挡不了 也就是说你对她喜欢 远远不像很多很多同龄的女孩 对爱情 对婚姻抱有那么大的幻想 你会觉得事业是第一位的 你会觉得你自己是第一位的 你要发展的东西是第一位的 你不会为他人去改变自己 这个来源于哪 来源于你母亲 二十多年来 你看着你母亲 作为一个女性独立的生活 你母亲也反复的在告诉你 或者在你的思想中做了一个影响 就是人要靠自己 指望别人指望不上 所以你会淡化别人在你的生活中 对你的影响 这个如果我们说的好听 这叫做一个人的独立性 所以他不好听 就是一个人他关注自我更多一些 关注别人 那么另一个人想走近你是很难很难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最初 你的笑非常的灿烂 但是瞬间就收回来了 因为我是这么想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 所以呢 他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 他经常会顾及妈妈的感受 因为妈妈对他太好了 他深深知道妈妈不容易 嗯 然后呢 他会比如说在谈爱情的时候 他会考虑很多 所以我觉得 你的确像庄老师说的 你现在活得有点累 我觉得你轻松一点 嗯 太累了 我们都觉得有点小心疼你啊 但这姑娘呢 是一个很有才艺的孩子 今天带来了一段舞蹈对吗 对 嗯 这个 来一下 好的 什么舞蹈 呃 是叫Sweet Dream 嗯 一段比较欢快的舞蹈 一个甜蜜的梦 是吧 对 来 这个一号男嘉宾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对我们一号你嘉宾印象怎么样 嗯 我觉得蛮不错的 蛮不错 你南方人吗 不 我东北人 那你俩不是老乡吗 对啊 对啊 你用蛮不错的 这港台腔啊 没有 我觉得 现在年轻人不都是很潮吗 很时尚吗 先生 您做什么职业的 呃 我是做婚纱销售的 婚纱销售 对 男孩子做婚纱销售 非常好的一个职业 对啊 我觉得特别好啊 哎 下次我们这儿有结婚 您能给提供一下婚纱吗 呃 免费赞助 哎呀 这孩子 起码他不抠 但你赞助完我那婚纱没准给你撕烂了 没关系 我都可以送给那个大家留个纪念 哎呀 这今天到底是来相亲的还是找三处商店 哈哈哈哈 人家把业务都谈好了 对啊 这个一号先生 一号主持人 嗯 你经常做这个婚纱销售对吧 对 您觉得像我这么矮个的人还适合穿婚纱吗 呃 我觉得您穿出来婚纱会别有一番韵味 哎 哎 这个别有一番韵味 对 自个儿做完不去吧 哈哈 回答拖地是最好看的 哈哈哈哈 好了 一段甜蜜的舞蹈送给大家 我觉得蛮青春活力的 行呐 也不是专业的 能挑这一位不错的 不要说女孩爱了 我得给她一建议 就这绝对是一慢热型的女孩 你看啊 其实她能投入 但她不投入 所以姑娘这是你 我觉得啊 在爱情中大忌 就其实你看你对什么可能都是 包括你都没谈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我要是你 现在我就希望我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你从上台 到刚才跳舞 我们看到的是 你缺乏的一种东西叫做热情 激情 激情和热情 为什么缺这个东西 刚才你在跳舞之后 和王帮我们俩还在交流 就说其实不论是编导也好 还是我们这儿的化妆老师也好 都对你有一个反应 你特别有礼貌 特别有礼貌的人 一方面让我们感觉到修养好 另一方面就是让人感觉到买以接近 而且你不敢投入 对 就要跳舞 他不敢投入 非常对 我是这样来看那女孩 我是非常欣赏她的 因为这个角度不太一样 妈妈带着她二十年的生活 一个人挣钱 养一个孩子 这是多么艰难 这个孩子是属于懂事的 不懂事的 可能她就爸一股脑的 就投到社会上 对吧 比如说我反正妈妈离婚了 我该交朋友交朋友 我十几岁就开始了 反正人活着不就那么回事吗 她没有这样想 她是严格要求自己的 在化妆间 她是唯一跟我打招呼的 对 对吧 这个我们都 我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很有礼貌 但是庄老师 她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说可能会有一个距离感 那么这句话呢 我想让你听进去 因为对自己要求高了 对 要求高 那么对自己要求高了 可能对你身边的那个人 你就会发现 他没有做到的时候 这就是个问题 这一点是要你注意的 因为不是所有人 都像你这么在意自身的提高 不要把自己作为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 可能表面上的话 刚刚接触会有一些冷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经过刚才她的这个 尤其那段舞蹈的表演 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很热情的人 性格会很好 来我们看看一号男嘉宾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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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您介绍一下一号女嘉宾 您好 您好 咱俩长得还挺像的 眼睛都不大 来 请坐 您好 您第一眼看上去外形 你觉得怎么样 干净利落 很整齐的一个 对 很整齐的一个男嘉宾 应该说和她的工作有关 她既然做婚纱销售的 她平常应该注意这些衣着 做婚纱做多少年了 差不多有六年了 六年 做怎么样 还可以 是自己的店吧 对 是在 是电子店吗 还是实体店 实体店 那比如要是我是一新娘的话 你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呢 新娘老点 老新娘 不会 我会按照您的 这样吧 来 九太姐来一下 来 九太姐您还嫁人是吧 来 马老师 您九太姐老公 哎呀 我赚了 对 九太姐 您现在要自信 您现在是新娘 你明白吗 明白吧 明白 姑娘 了解这位先生的一个侧面 注意观察 您好 欢迎您光临 光顾本店 看一下有什么样的需求 咱结个婚也不容易 这把年龄嘛 咱一定得挑那好的 您看看我穿什么样的合适 我们店里呢 现在有棋地的 还有托位的 您更喜欢哪一种 咱又不差钱 你说咱忙了一辈子 咱怎么也得接一段出来啊 要么我们 要那个 托地的 托尾的 托尾的 我觉得到不见得非要选择最贵的 我是选择最合适您的 你觉得什么合适 没事 听您的 别听我的 你这个 再结一次婚也不容易 咱就这 咱就这么 咱就到头了 咱就中间咱不换人了 所以这回就是最后一次了 您看您喜欢是多长 因为 因为 人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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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给您的建议也是先试穿一下 看看找找感觉 您说这样的身高 穿多大的合适 但是我觉得呢 还是应该穿个托尾的 最好的 他的那个服务还是挺好的 对 工作上还挺专业的 咱别的店也不看了 你随便什么衣服给我们招呼上就行了 别别别 我会达到您最好的效果 好 您非常满意 关键是 马老师 您怎么一直拉韭菜姐的手 这合适吗 关键是 我 我今儿早上吃的是韭菜盒子 行 最关键的是啊 是这个韭菜姐在过程中充满了幸福 您发现了吗 对 没错 因为我们也 十多年没跟男士这样过来 特别想知道 您想过自己真的去买一身婚纱吗 没有 没有 不是我给您介绍这小伙子 您要真结婚 我建议咱们选择人都去您那买 必须打七折啊 所有的选择成婚的 没多少 我决定了 全部免费赞助 哎呀 您怎么不赶紧结婚呢 我等着你们的栏目给我介绍 好 你回到座位上 非常好小伙子 刚才这个情景在线 您觉得有给加分吗 加分 表现满意吗 挺满意的 非常满意 我觉得他就是 与人沟通的 就是 还是在这方面挺擅长的 嗯 然后说的话让人觉得挺舒服的 嗯 我也觉得 就说 他在那个过程中 我觉得你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我特别想知道啊 就是 像你这个情况吧 我觉得 个子也还行 长得也还凑合 嗯 起码比庄老师好看多了 嗯 然后呢 眼睛小点吧 还挺聚光的 你咋就没媳妇呢 嗯 可能是跟我从事的这个行业有关系 嗯 因为来我这的呢 大家都是马上要走进婚礼殿堂的人 嗯 所以没有机会了 嗯 没有机会等 所以就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 对 未婚的 对对 那你身边的朋友也太抠了 为什么不给你介绍呢 嗯 好的都是自己留着 嗯 马老师和庄老师 刚才对他的这一段表现怎么看 就觉得很舒服 谢谢 他的那种 对自己的 服装的一个推销 他并不是像有 有的人 那样 剪的最贵的 剪这个最豪华的 然后前面把你抬得特别高 就您这收入 就您这状态 一定要买我们店最隆重推出的 那一款 他没有这样 就是人还是很厚道的 你刚才在后边看到这个姑娘说自己的事情了吗 嗯 有有看到 看到了 嗯 我特别敬佩那个 这位女孩的母亲 嗯 我觉得她女儿 她的母亲非常的不容易 面对生活这么大的压力 还有这么良好的一个表现 特别令我敬佩 而且刚 嗯你说 刚才女孩说她母亲特别吵 嗯 我现在在现场看到确实如此 对 这个绝对是一个聪明的 这绝对是一聪明的 知道交点 抓重点 对 给的根马上顺着就往上爬 我想说一句 我特别敬佩做销售的 如果销售做得好的话 呃 如果能正面一点的话 是对人的素质是有提升的 嗯 你做婚纱我特别好奇 那你以后就是会为你的那个 会为你的妻子来设计一款独特的婚纱吗 会 这个肯定会 绝对如果她找到一个她喜欢的 就是她一定会觉得她是她世界上最美的 嗯 关键你喜欢啥样的呀 比较喜欢灵秀的性格 哦 灵秀一点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基本资料 是这个摆吗 你的身份证就这个吗 对对对对 这个摆还五摆的摆哈 30岁 河北 诶 怎么河北人啊 呃 因为我在北京工作 所以那个 把户口调到河北 会比较方便一些 河北什么地儿啊 固安 哦 固安 那离这儿很近呢 还行 对啊 房子落户吗 对 哦 欲寻一位温柔善良 啊 为什么 挺时间了啊 原生家庭老吵架吗 对啊 是父母家庭老吵架吗 对啊 好奇怪 好麻烦啊 你真的这么想的吗 是 呃 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当然我觉得如果 呃 我觉得如果有真感情啊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 这是你跟妈妈商量过的吗 呃 没有 这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嗯 为什么呢 呃 那个是我的希望 希望 对 并不是一定吧 对 所以我会觉得 妈妈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吗 呃 可能不太清楚吧 妈妈在现场吗 在 哦 你看到儿子这个语录震惊吗 你太 哎呀 嗯 我挺震惊的 我这个儿子 嗯 呃 呃 第一个呢 是孝顺 嗯 还是善良 嗯 对工作认真覆辙 嗯 呃 第一个就是孝顺 嗯 嗯 没有不良嗜好 抽烟吧 一包烟抽三天 不喝酒 嗯 不良嗜好怎么有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 嗯 嗯 挺优秀的 挺优秀的 我对您的儿子啊 我就第一印象啊 我觉得 其实从外表上来看 就是从 就他在工作中 他一定是个能力非常强的人 但是我会觉得有点自闭 您觉得呢 哎 没看出来 就是我这个自闭是带引号的 不是自闭症啊 是 是我觉得你内心有一个自己的 自己的一个小房间 组 对对 可能是我们并不了解的那一块 您觉得呢 可能会有一些 你从来没有跟妈妈交流过 没有 这事没有说过 他不着急 我着急 嗯 他订婚 他说他感叹 把事业搞成了 再订婚也可以 对呀 我就急的不像样 看人家孩子 那孙子可递跑了 我就着急抱孙子 哈哈哈 我就先一个 就找一个吧 心地善良 能辞家 工作是那个条件的无所谓 主要就是 善良孝敬父母 能辞家 一心一意 跟咱们过一生的 嗯 就这种的 他也是这个心情 哦 但是 呃 您觉得儿子 为什么在三十岁的时候 没找到合适的呢 就是没有演员 被挑 开挑 对 我想他妈妈跟爸爸 就小时候 他肯定争吵多 他现在就为了避免争吵 这么多 有可能有这一点原因 我这么说吧 如果这样你写一条 选择语录的话 你会写什么 不能写这个 他根本不是 没关系 没关系 如果再让你选一条 选择语录 你会写什么 我不会干 嗯 呃 呃 我特别理解你啊 但是我也会觉得 其实你 呃 他不是谦虚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 想叛逆 就是内心的 呃 我倒觉得啊 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你这样一说呢 我觉得对面这位姑娘 可能会觉得很别扭 是不是 我 我也会觉得 对这个语录 感觉挺惊讶的 我在想 是不是他以前 有过一位聋哑的女朋友 嗯 没有 没有 我以前做过义工 嗯 呃 那是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去那个聋哑学校 去做了一段义工 嗯 那些孩子给我的感觉呢 就 非常的 纯 嗯 眼神非常的清澈 这个是在我生活当中 无法看到的 所以你会觉得 你是不是特别抵触那些 一上来就问你有没有房啊 有没有钱啊 这样的女孩子啊 不会 好 温调 用 搞 你 onak 感谢观看 第二句话是 我们每个人的父母 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 承担责任 叫自负其责 您不要承担太多的东西 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刚才啊 妈妈解释的理由 说担心女孩子呢 问你什么房啊 车呀 开物质 我们暂且把这样的女孩子 我们称为 她是一个物质女孩 或者说更关注物质的人 妈妈是这样的一个理由 但是 如果是龙牙女孩的话 她依然可以用 她的肢体表达出 问你有没有房子 问你有没有车 所以妈妈这个理由 是不存在的 因为她另外一个 她也可以写 刚才柳先生不是谈到了吗 她也去做过义工 到那去也跟孩子们交流 她说是那些孩子们清澈的眼睛 吸引了她 也未尝不可 再有呢 我们当年有一个 牵手观音那个舞蹈播出之后 很多人对这些女孩子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觉得这才是最美的 我相信柳先生 他有他自己的心结 这个心结呢 未必像妈妈所说的那样 说就是担心能说话的 就更物质一些 未必是这样的 如果一个人物质 他跟你能不能说话 能不能看见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呢 一会儿啊 主持人会采访 他除了那些因素之外 是否还有别的因素 比如说 他觉得如果 我们再探讨啊 因为现在主持人 没有采访你这一段 是不是觉得 有一些家庭 女人不停地在争吵 而这样的争吵 导致他的一种恐惧 而这种恐惧 有可能是在小的时候 比如说 如果一个人 要是不能说话 该多么安静 这里会是安全的 也不排除这样的因素 但是现在一会儿呢 我们会请主持人 跟你进一步的交流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考虑过 你把这些语录读出来的时候 妈妈的感受 我觉得他会很失望 你有没有想过 或者说 是不是因为妈妈 非得让你找个对象 你有点抵触啊 没有 其实我特别希望 回放很多个镜头 第一个镜头 就是我跟马老师 同时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主持人采访妈妈的时候 男孩那么有礼貌 那么说愿意 与人接触的一个人 他第一次出现了 因为心理学 其实就是视觉阻断 他低下头 他使劲闭着眼睛 第一次是闭着眼睛 一开始 后来睁开眼睛 看着地底下 你始终不愿意去看妈妈 直到什么时候 你抬头了 是主持人说话的时候 在问你话的时候 你不得不面对主持人 你第一次抬头 看向妈妈那边 之后妈妈在谈到 一些对你的态度的时候 你低着头 狠狠地皱着一下眉 我当时注意到 马老师也使劲上 欠身去看你的表情 紧接着就出现了 主持人刚才说的 你转过身去 而在这之前 你低着头的时候 你是有眼泪的 你把这个眼泪 生生地咽 而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你做这件事 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说 我们去觉得 聋哑女孩不好 但是当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知道这件事的结果 当主持人走向母亲的时候 你就低下头了 你的整个的状态中 带有对母亲的一种 惨悔 或者这个词不准确 我不知道你和母亲之间怎样 我相信你是一个 极其孝顺的男孩 你绝不可能对母亲不好 你对母亲出奇的好 这个我们都能感觉到 但问题是 比如说 好 今天你可能更多的是说 母亲的感受 对方这个女孩的感受 脸非常厚 他给那个王老师 就是王黄德老师 说了一句话说 是脚踩不下就伤口 其实是故意的 他是在说谎了刚才 他是为了周全 对 他也不算说谎 他是为了周全 对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去 给别人造成不良的影响 他非常在意别人的感受 对 我相信能够来到现场的 所有女嘉宾 都是非常优秀的 嗯 但是问题呢是出在我自身的条件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会觉得有可能会辜负现场的女嘉宾 你的心中 你的心中我想这个节可能也不像你所描述的那么简单 刚才妈妈说了 我们房也有车也有 妈妈马上就替你表达 可是你说条件不够好 那一定不是物质的条件 对吧 妈妈已经说了我们家车房都是有的 担心女孩为了这个跟你走到一起 这个已经排除了 那我们就想听一听你所谈到的 说条件不够好 是哪些方面 这样啊 姑娘您先休息一下 我了解了解这小伙子想什么呢 好吧 您这边休息一下 来送一下女嘉宾 您好 再见 嗯 请坐这边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他有自己的选择 而且他会选择聋哑雅的女孩为伴侣 我觉得他首先他心是特别善良的 然后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就是聋哑的女孩也一样 所以我真的也挺希望 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这样的女孩子 来跟他共度一生 你是从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对不对 对 山村 嗯 所以我们慢慢再了解 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六年前 之前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改行做婚纱 之前是做农民工 怎么就突然转到婚纱行业了呢 嗯 因为当时可能是因为缘分吧 之后我 现在就是 算是带路人吧 嗯 他需要雇佣一些那个 搬运工 嗯 就这样凑巧 就雇佣了你 对 所以你看一讲经历我们就明白 其实六年中你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对不对 算是吧 嗯 妈妈来北京陪着你了对吗 对 爸爸呢 也在北京 爸爸妈妈一起陪着你了 对 不是 我觉得他应该条件很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说物质的啊 就是30岁的男人 能有这种处事的方式 包括对自己的认知 能到这种程度已经条件很不错了 我这种选择可能会在很多人看起来会觉得很不太不太可思议 嗯 或者是说这种人会很偏激 那倒没有 我做过很多节目 如果你看我另一档节目 我讲过很多这样的爱情故事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全身都不能动的人 然而却有一个男孩一直陪伴着他 10年20年 昨天我还在做一期节目 一个女孩身患尿毒症 自己还带一个孩子 然后却有一个未婚的男孩 一直陪伴他10年 一直跟他求婚 而且长得很帅 而且还有事业 可是他一直不同意 所以爱情这东西确实说不清楚 我能理解 因为我做了太多这样的案例了 只是我觉得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 是从头就说了 我就要找一个什么样 他们都不是 完全是因为我碰上了 所以怎么怎么样了 而你现在从头就要说一个 我必须要 或者我希望找一个这样的 我觉得如果是你真正的已经爱上了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你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 我觉得可能父母更好接受一些 你没有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从妈妈的角度来说 我能够理解 她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 那么对您来讲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比如说有一个生活中接触到的女孩 她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你向她求婚的时候被拒绝了 然后今天您到这来 其实有一种仪式 通过媒体向女孩传递信息 我还就长这样的 所以姑娘 您也甭拒绝我了 我就笨您去的 如果您因为自己聋哑拒绝我的话 我下边要找的还跟您一样 当然了 我们在场上一定要脑子飞速转起来 多少个可能性都得替您琢磨琢磨 前面我谈到了 是不是因为 比如说妈妈就爱说 然后家里边不太安静 这是我们找一下妈妈的原因 或者 不存在 不存在 那最好的 或者后边呢 是有一段这样的经历 那我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媒体 来向那个女孩传递信息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有没有这种可能 也不存在 也不存在 那么其他的是什么 其他的呢 就是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他刚才表现 他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给我一种感觉 对吗 你这说的不是心理话吗 不是他总觉得 我总觉得和我刚才的印象 怕是两人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 我一直在琢磨 就是今天到这来呢 是完成妈妈的使命 妈妈要求我找 而选择又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 那好 我来了 我今天是告诉妈妈 我来了 但是呢 这个语录 是我把我的范围缩小 从小的时候 他母亲肯定对他 就是说 要求就是一切都听他家里面 其实我对这块 我觉得挺有感触的 作为一个独立的 一个成年人来讲 应该要驾驭这种感受 而不是顺从这种感受 孝顺 是孝 可能更重要一些 不是每个人到这个年龄 都渴望结婚 不是每个人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都要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做 他的幸福和快乐 放在第一位 而不是说您着急抱孙子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 小伙子不愿意说 那么也就是 他可能还有一点小秘密 这样的话呢 妈妈不必非要逼迫他 到某一个平台上来 好吗 这是我的另外一种推测 我也希望我这个话 有一些隐含的东西 如果我能说到你心里的话 你就接受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会完全接受 全接受 我期待你能有一天 真正的找到一份 你喜欢的爱情 好 这种爱情不是妈妈想要的爱情 是你喜欢的爱情 好不好 好 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 你好 陈一太坚 你好 请坐 谢谢 今天在那边等的会不会有点焦急 还好 还好 跟你一握手我就知道 这姑娘一定不是那种等靠药的孩子 会干活 是 家人农村的 家人农村的 行 不错 像你想要的那种成为行的 是我选择范围内 什么地儿的呀 安徽的 安徽的呀 都那么远到北京来 是 小的时候是不是什么活都会干呀 是 我在家老大 就是说 干的活多一点 在家里面 你是老大 家里几个孩子 还有一个弟弟 有个妹妹 会不会弟弟妹妹都已经结婚了 我妹妹结婚了 我弟弟他也上学 也工作没几年 所以就是 现在还有女朋友了 来我们看看她的基本资料 二号女士 贺继霞 三十岁 北京户口 未婚 研发工程师 选择一路 与你携手组建一个温馨的家 你是一直认真读书读上来的 对 那你的学历是 硕士 硕士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北京理工大学的 北理工大学 其实我们知道理工女非常难吧 马老师 女工这个性别 女的少男的多 对 但是呢 我觉得就应该是很好找对象啊 是不是就忙着念书 人家别人给您送莓果花的时候 您根本就没当回事 因为我一直是走得比较朴素的一个风格 所以可能不显眼 就不招男孩子 对 就是没有人再认真的关注你 你觉得 主要是男人 他没碰到那种喜欢朴实的男人 对吧 你是那时候喜欢朴实的男人 我喜欢 我不喜欢那种太浮夸的 是哪方面的硕士 是电子方面的 就是做 电子信息工程吗 对 做硬件方面 就是电路设计一块的 我觉得 这好像都是男生干的事啊 是有一点 不过自己喜欢 那你还没赶紧找个IT男呢 正在寻找 正在寻找 对 谈过恋爱吗 说实话啊 没有 你看 我就估计就是这个情况 恋爱 我更喜欢了你 不错 不丢人 因为我觉得大家想想 他从农村走出来 他要考上一所好大学 他得付出多少努力 我说这个他立刻就 眼泪流出来了 我觉得他一定就付出的 真的要比城市里的孩子 多的多的多的多 而大家要知道 安徽是一个考学大省 因为我知道考硕士 尤其是北理工 北理工是985对吧 对 所以他是非常难考的 然后考上了好激动吧 是挺激动的 正在之前你来过北京吗 没有 没有去过这么远的地儿 对 这是我来的 长那么大 第一次来的最远的地方是北京 刚到北京什么感觉呀 北京好大 他是我想要的地方 非常好 我突然特别喜欢这个女孩子 她很朴实 很朴素 就是这样的女孩子 娶回家一定是老婆型的 而且她一定会非常珍惜 一切生活 来 二号男嘉宾您好 您好 王老师 对这个女孩子的印象怎么样 不错 挺好的 挺好的 这会不会是你比较喜欢的那一款 对 是我生活中比较喜欢的一类的 你比较喜欢这样的女孩子 为什么喜欢它 就是苦食五花 实实在在 很好 先生 你喜欢这一类的吗 非常喜欢 也非常喜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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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永多花魁呀 为什么喜欢它 因为她一上台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她那双鞋 至少应该穿过三年 嗯 没有 我我我那个 我走路很快 所以容易踢鞋 嗯 也就是一年 我几个人 我几个是款式 但您很喜欢 呃 目前 能够有 这样品质的一个女孩 已经算是熊猫姐了 哇 他说你是国宝啊 哈哈哈哈 您觉得这一切上的 你就是会不会 对她产生好感啊 应该会吧 看她表达的 你挺喜欢的 嗯 他就是 想找那种很朴实 那种女孩 其实我们都挺朴实的 哈哈 很多东西我们是无法改变的 对 我们来自农村 我也来自农村 所以我们就要更努力 才能达到 有可能我们一辈子 也达不到一个城里人 他的那个出发点 那可能已经是我们终点了 这个必须面对一个这样现实 毕竟有城乡很大的差距 嗯 我就觉得 正因为我们比别人 在学业上更努力 所以我们 到了我们喜欢的一个环境 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一些感受 但是那就是一个家庭 所带给我们的 要学会 怎么去面对生活 怎么顽强 怎么靠个人的努力来改变 中国女性的那种韧劲 真是有 哎 我觉得 嗯 你看 可能 你很朴实 然后呢 你说的话 都是很贴地气的 所以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喜欢你 是吧先生 对 对 对 朴实无法 实在的一个人 我这越真实 我越喜欢 别人那个 他虚弱 我倒反而过得太累 人比较真实的 比较好 会比较过得快乐 会轻松 那我来采访一下他 您休息一下 好 您有什么话对他讲吗 呃 祝你寻找到合适的力量 也祝你 谢谢 谢谢 再见 一号男嘉宾 您觉得那个 今天您母亲 我也看到了 那个当说了一些您条件的时候 你一回头 然后那个 您当时是觉得这些东西 我感觉是表达了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当时 我觉得这些东西并不重要 如果非要把它纳为一个指标的话呢 我觉得那个可以忽略不计 就是物质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重要 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精神生活 精神 但精神生活往往能够生活更大 是 所以我一直在幻想 有什么才艺吗 我有一首歌 叫什么名字 是 我是一颗小草 这是我第二年考研的时候 因为这个电视剧很感触 就是给我一些触发吧 就是里边我比较喜欢姚千宇 她在那里边 就是说生活比较艰苦 最后也能 就是最终也一直在 努力 努力地生活着 挺好的 没有花香 没有树架 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 从不寂寞 从不孤单 你看我的伙伴 遍及天涯海家 我一唱这首歌 触动她的这些过往的经历了 像小草一样的那么坚强的成长 比较真心情吧 挺动情的 挺动情的 这姑娘为什么你说谈的感情经历 她特腼腆一笑 我没有 她也不觉得什么 就是说到上学这个事 眼泪哗哗的 一辈子就上学了 基本上 所有的脑子全用在这儿 而且这是一句家里人的话 就是只有上学才是一套出路 今天这套出路出来了 不说出人头地吧 反正在当地 在家里 算是给家里争了口气 但是反回头来一看 落了很多很多东西 情感落了 事业上可能也落了一些东西 觉得代价是不是太大 但是我们反回头来看 今天你坐在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一切都好改变 什么穿什么 戴什么 我们怎么化妆 我们怎么弄头发 这都太简单了 分分钟的事就可以改变过来 而内心的东西 而你这么多年付出的 受到教育 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 你就等着吧 一定会有 有那么一个人在等着你 今天我们的二号男嘉宾说 特别喜欢你 其实一号男嘉宾也挺喜欢你的 那么二号男嘉宾 什么样的情况呢 掌声有请二号男嘉宾 莫老师 给我带的吗 有带这么多 您好 您好 一号男嘉宾 谢谢 看着见得有份 这个你没给女嘉宾带一个呀 后边有 后边有 那我给我这边送她吧 没有 可以 二号男士刘稳国 36岁 山东人 离异 医疗管理 选择一路 想找一位简单 务实 贤惠的女士为伴 这鞋新鞋呀 刚准备的 我这不是菜鞋吗 还行 还买一英伦风的 这叫流行 老的 人长老 你这都是阳气 我更老了 他说人老 还不赶紧弄得阳气点 这长得还行 感觉挺阳光的 挺好的 对 我更喜欢西装革履的这种感觉 相对觉得一号更打眼一些吧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姑娘 我觉得 第一感觉就是生活中的过日呢 我家宾嘛 就你要找他这样的 绝对踏实 对 他 绝对会对你好 谈过恋爱吗 谈过 我是以为那个 有过婚式的 他结过一次婚 你建议吗 有一点 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 也是 谁结过一次婚 这有一点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人 您建议就是有过婚式这种 不建议啊 不建议 对啊 那如果有孩子呢 看情况也原则上不介意 姑娘可能对于她有一段婚姻 很短暂的婚姻 有一些顾忌 我相信 因为你没有怎么谈过恋爱 你也希望 都是最完美的 不是说她是最合适 但是今天她坐在你面前了 那么去了解别人 去了解如何去交往 其实都特别好 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 坐在这个舞台上 经常有人会说那句话 能走到一起就是缘分 其实坐在这就是一个缘 小伙子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 你给这姑娘打一个分 你从真心给这姑娘打一个分 一百分是满分 我觉得目前状况 我打九十分吧 打九十分 姑娘你给这小伙子打个分呢 就是她离这点 我不能接受别的还好 我刚打分的话 打八十六分 打八十六分 对 真是理工科的姑娘 八十六 严谨八十五 八十六 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因为你是通过自己努力 读到了硕士 在学历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有一点 那你说说你的要求 其实我心里还是想找跟我学历相关 相当的 相当的是什么 至少是本科 至少是本科 对 好的 那么先生 您 觉得女士画了一个这样的线 您在这个线里吗 我不在 不在 不在线里 就是学历可能不是她要求的那个状态 大部分人都会认为 修养 是文化的一个直接产物 个人感觉你在自我方面会把这个学历什么的放在自我标准之内吗 我不会 所以为什么要问你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曾经也是挺关注学历的 也认为 我也算硕士 要求必须是怎么样 北市大 您知道它的分量 全国的排序 但是我爱人 也不是我预期的那样的一个学历状态 两个人生活也还不错 什么原因 把人放在第一位 我想跟你交流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一号先生 你看到了 他的说话的方式 谈吐你也看到了 他在社会大学里面 进修学习 他提升自己 在工作中 你的学历是有关的 在家庭中 我们更多的谈的不是学历 我们更多谈的不是工作 我们谈的是生活 一个人的 就像情商和智商去做比较的话 一个情商高的人 不见得智商高 他的文化水平确实很高 但是不见得会代表 他的素养会很好 而且我不一句 就是你看他给你打了90分 你给他打了86分 小伙子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在这个年龄 在这个这个 学历 学历还要在这个 有过婚式的这个情况上扣了分 我告诉你 他是理科生 他的脑子特别的理性化 什么叫86分 我告诉你 你的90分 是高中的分数 100分是满分 90分是优秀 86分是什么概念 大学里85分以上是一个坎 可能包括留学 包括你85分就在优 他在85分之上加一分 86分你也是优 而且优家了 而且这个小伙子 他其实是有音乐细胞的 爱唱歌是吧 不是我这紧张 能忘了我有点 哈哈哈哈 你别紧张啊 你这边唱什么歌啊 那个红燕吗 红燕啊 这么高难度的歌啊 哎呀大哥 谢谢大家 我唱的还挺好的 对 唱的还挺 对 有点紫针 姑娘 你觉得唱得怎么样 挺好的 挺好的 您现在给她打多少分 能涨一分吗 不想涨 不想涨 好 那您休息一下 好吗 好 跟这个姑娘说再见 谢谢啊 这边 来 请坐这边 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段 没有恋爱经验的应该很少 应该少之又少 其实我挺遗憾的 没有做恋爱经验 马老师当时说学历的那个事 也看得太重 但是我觉得您心里 您还有一个自己的标杆吗 是有 是有一些 就是说至少是板科以上我能介绍 怎么说呢 这可能跟我经历有关 因为当时我也可以上专科 但是我当时就想上板科 我复读了 这可能都跟我经历有关 还有一个就是说 怕自己思想交流 一些想法不一样 谢谢 先生 什么时候离婚的 去年 2013年 对对对 有孩子吗 有 有一个男孩女孩 女孩 女儿 哎呀 太可爱了 很小吧 四岁吧 小宝贝多可爱 为什么离婚啊 就是一些家庭事吧 争执 对一些事情和看法不一样 老吵 对对对 有的时候会不会吵烦了都 确实 我这个有现在就来讲 我要是平时女儿天天叨叨 我都心里慌了 就那种我感觉 我现在特烦 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其实 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二号你嘉宾不适合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你再找一个人啊 你一定要找一个欣赏你的 你不要找学历跟你差距太大的 他学历对我来讲不是什么压力 学历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压力 其实挺不谨慎的 但是也许是可能这说明这人还挺自信的 嗯 不知道的自信叫做盲目自信 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北京 我不想留在北京 如果说他有什么要求我也可以 如果他愿意去天津 我也考虑吧 可以考虑 他如果要去天津 他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选择婚姻嘛 就不可能都是按照你的来 是吧 有个蛇有个德嘛 这个小伙子他这种状态 我倒觉得如果他碰到一个喜欢他的人 未必一定要留在大城市中 因为我觉得压力太大 我觉得像您这样的情况 你其实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子 然后你们可以到一个 稍微中小城市中 可能会更适合你 所以在北京生活 要靠租房住 现在这个价格 房租的价格越来越高 如果结婚的话 再加上孩子 你自己有一个孩子 如果之后再有一个小孩的话 教育一系列的费用 我们是从经历的一个角度 如果您能够承受 当然在北京打拼 他会机会多 任何事都是两个方面 但是针对于目前您的状态来讲 刚才王芳的建议呢 是非常 我觉得很中肯的 没错 我无所谓 我只哪都可以 非常好 好 那我们来看看三号女嘉宾 三号女嘉宾 非常的优秀 而且呢 也属于是那种 很开朗的女孩子 我想知道三号女嘉宾有亲友团吗 哎 您好 很年轻啊 你是三号女嘉宾的同学 对 我上那个高中的时候就认识 所以一直到现在 嗯 她是一个特别开朗的女孩子 挺开朗的 人也挺好的 挺普实的 也挺实在的 你找到对象了吗 我是孩子妈妈了 哦 孩子妈妈了 你进步太快了 对呀 所以想让她来咱们选择栏目 她也挺积极的 想让她找一个真正的爱她的疼她的 在乎她的 嗯 能够看出来啊 这个女孩子跟她的朋友一定关系很好 嗯 为什么会有点感触呢 眼圈又红了 嗯 就我都 其实我们家小孩都 就马上九岁了 九岁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想让她 你多大年龄啊 我跟她同岁 哦 所以你会觉得她在 婚姻爱情的步伐上落后了一点点 对 慢了一点 嗯 所以让她赶紧赶上来 嗯 嗯 你希望她赶紧找个对象 然后呢 赶紧当妈妈 哈哈哈 做该做的事 对 非常好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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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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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女士 高娜 35岁 北京户口 未婚 银行职员 很喜欢你的小虎牙 谢谢 哈哈哈 因为我老觉得 有虎牙的女孩子特别可爱啊 谢谢 嗯 没想到把她憋回去啊 啊 我妈不干的 不同意 我小的时候有两个 后来我是用铁姑给姑回去了 你那叫辽雅 哈哈哈 马老师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属于一个职业女性吧 举止动作穿着都很职业 谢谢 刚刚对我们二号男嘉宾印象怎么样啊 挺好的 比那个真人比电视上帅 终于有一个现场了 终于有一个现场 谢谢 你做什么职业啊 我银行的 银行 对对对 是我们那个传统意义上的就是 就是在那个坐在里边收钱的那个吗 呃 不是我是做那个贷款审批的 贷款审查 审查 贷款审查 对对 那这个职业很好啊 特别忙 对因为我知道 大家都觉得银行是特别好的工作 对 可是银行的工作人员非常辛苦 对 有的时候晚上会加班很久吧 我们自己怎么说 叫白加黑 嗯 然后五加二 但是大多数时间的话会特别忙 晚上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到十来点钟这样 关键他是早上八点半还得接着去 哦 那你要一定要住得离单未尽 啊对 相对应该要近一些 对要不然的话这肯定睡眠不足啊 有点 可是要如果找个老公他不希望你这么忙怎么办呢 他希望你这孩子怎么办呢 我现在的状态可能不会那么忙了 就看你怎么想了 对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吧 对 工作确实在工作中找到了快乐 对 找到了成就感 对 但是确实没法照顾家 就没生活 嗯 对真的是没生活 工作没生活 你会建议说另一半忙事业忙的特别忙 家的照顾不了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接受 应该可以接受 注定了有一个人会牺牲的更多 这样才会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这样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姑娘 你先自行一下好不好 好吧 谢谢 这边啊 请坐 好 我对这个三号影响比较好 三号影响比较好 三号影响比较好 对对 那我第一开始看您那个 不是中间有个连线吗 对对 连线的时候我感觉您对二号 你感觉还是比较不错 因为二号影响比较好 因为二号影响比较好 刚才也说了 对于我这个自身的情况 也不是她所满意的选择 刚才啊 早上一来的时候是她 应该是你吧 一早上来说方姐 是你吧 对对对 她性格非常的开朗 对 而且特别善于跟别人打交道 谢谢 方姐你来了 什么什么的 早上你想我没化妆 她能认出来我 她得多好的眼神吧 哈哈哈哈 我突然没化妆跟现在其实差不多 你怎么会说话呀 我一直想知道啊 这个 怎么就把自己给耽误到今天了 一个是我自己 在这方面投入的时间相对少了一些 上一个爱情在什么年龄 应该是09年的时候 31岁吧 31岁的 31岁谈恋爱肯定奔着结婚去了 对是这样的 结果呢 要有结果的时候 双方选择的分手吧 分手 我现在 我猜猜啊 嗯 会是因为对方有了心情感吗 嗯 也不是 应该 严格就是 双方的一个 很 理性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 其实这个事情吧 刚开始有征兆 嗯 这个这个反映我自己性格的一些问题啊 嗯 嗯 对方是有 怎么说脚踏两只船这种事情的 对呀 所以我就问你啊 对对 嗯 嗯 但是呢 在中间我们是就是处理过这些事情 嗯 就是处理了最后当然能走到去装修房子结婚这一步的话 嗯 应该来讲的话是 你是希望原谅他 然后开始幸福生活的 对 谁都有错 还是那句话 也不能说是错 谁都能有有那种走出去的这个时候 那么OK走回来就没有问题了 嗯 我是这么想的 嗯 但是 我觉得我最终想的错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自己的错 就是我没有意识到我们是有问题的 就是有 呃 如果有问题的存在的话 我们两个人都会发现我们的感情里一定有一些东西 就是是逾越不过去的 就是 你能你能真的觉得能原谅他吗 当时我刚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认为可以 我心里是激动过的 嗯 但是在后来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谈不上原谅这个程度了 就是我理解 然后我也不再喜欢他了 或者爱他了 他包容 生活中就是 理解你 包容你的人 懂你的人 最重要的 就有的时候 你说我们其实挺痛苦的 做这个出轨的这种题挺多的 嗯 因为我们在以前做 谁在说说做挺多的 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劝那些 呃 女性啊 嗯嗯 或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说你要多理解他 对 那他如果能好好的回来 为了孩子 咱们就好过 可是现在我不怎么这样说了 对 因为我会发现 所有的女人 几乎无一例外 她在心里边会种下一个仇恨的种子 在未来的生活中 随时给他浇点水 给他施点肥 他就会生根发芽 呃 也许我们不会这样去认为他 嗯 但是我们呃 采访了那么多 包括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女士 是十八年前他的丈夫 有过这样的事情 嗯 他认为他自己忘掉了 嗯 十八年后他们来现场要离婚 他跟我讲 他说我这十八年来 我每次他拥抱我的时候 嗯 我都在想 你不是曾经拥抱那个女人吗 他说我不由自主的就在想 他说我觉得我忘了 但是我每次 当我静静的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 对对 他说我总在想很多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于是他说十八年之后 他说我告诉你 我受不了了 我要崩溃了 所以有的时候 当我们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在想 真的要洁身自好啊 就说 我们要对一段婚姻也好 要对一份爱情也好珍惜 除非你确实觉得他不适合你 那么你选择分手 所以我在想 你是不是当时也经历了这个过程 我觉得我 可能我一直也不够爱他吧 嗯 我没有这个过程 我很理性的去分析这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会出轨 那就是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的 他很长时间吗 对对对 应该来讲的话 从我们感情一开始 没多久 就是 两个人的 两个人的状态 而且我可能是后来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的 嗯 那他为什么要选择跟你在一起啊 我这个人可能对人太好 嗯 就是会让人舍不得我的好 反正你这么一说吧 我有点为你担心啊 嗯 因为其实刚才 你在谈这段感情的时候 只有我问第一句话 他是不是有婚外情感的时候 你眼圈红了一下 但你立刻 就就没事了 然后就想办法这样了啊 其实你内心深处 是有埋怨和恨的 但是你只不过呢 你觉着他过去了 所以现在我们选 找朋友也很紧视呢 也挺害怕的 您呢 我觉得我不会 哦 接受不了 对接受不了 嗯 一旦发生这种事情 对 我觉得两个人都应该一心一意的 不过呢 对 对 美人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用说 我告诉你 只有一个原因 你想09年到今年都多少年了 今年都14年了 这么长时间的空白期 前半月不是受了巨大的伤害 你不可能停得下来 特别在这种岁数上 父母也催 朋友也催 这都9岁的孩子了 都替你着急 你为什么不着急 你是要自己停下来 想好了 不能再犯错误了 所以说才会走到35岁 才会来这儿 我一直说 这个舞台不仅仅是一个相亲的舞台 它更重要的给了很多人一个给自己下决心的一个场地 我拿这儿做一个仪式 好 我开始了 这女士的状态 我是认为是非常好的 谢谢老师 就是精神面貌 我们经常用这样的一个词语 包括她的形象 都是比较招人喜欢的 另外呢 她有这个能力来保养自己 谢谢老师 那么在今天呢 我们就要考虑 一个是说 尽管保养得很好 但是年龄也是公开的 在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了 如果我们按照过去的那种方法 说找一个同龄的 比如说35岁的 到37岁的 我们就这样来说 不忘更大年龄的去说 二号男嘉宾36岁 家里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那你现在考虑的时候 对这个男士有没有什么 这种具体的要求 比如说他必须是未婚的 或者说离异之后没有子女也可 或者说有一个孩子 如果判给对方也可 我们就要 因为这个好像就是第一 比如给您介绍 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编导接了很多电话 说王先生37岁 有一个5岁的女儿 您看 您把这个信息 他会传递给您 您有可能 因为人没有见到 他对你好 您得先见 这啪 您就画了一条线 这个就打一叉号 这咱就不联系了 您对这方面有什么要求吗 应该来讲的话 从年龄和婚姻状态 就是以往的婚姻状态来讲 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 为什么来讲呢 就是说年龄的话 我觉得甚至比我上下活动都OK 都没有问题 小一点也可以 对 大一点也可以 我觉得这是处于每个人不一样 就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可能那个人生状态 也可能跟他那个生理年龄 年龄是不匹配的 那我希望找一个 就是跟我在心灵上能 就是比较相近的人 所以这样的话 大小其实就 就生理年龄大小 能说明问题 但不一定能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年龄的问题 第二个来讲的话 是一个就以往的婚事状态问题 我特别不介意这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一直觉得人 就是是一个独立的人 比如说我们过去 就说离婚吧 我们过去离婚了 那么我一定是在婚姻中遇到问题了 那遇到问题的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有 总之一句话 就是不匹配 那不匹配的话 如果是自身的原因 当然离婚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觉得是对方的原因 但是我心向于男同事吧 就是找自身原因 你找出来这个原因是什么 把它改掉 待会我就给他送花吧 是吧 行都行不行 就是带不带孩子这事吧 其实吧 我特别欣赏 离婚以后把孩子带在自己身边的男人 我特别欣赏这种人 为什么 欣赏和接受是两个概念 你是欣赏还是能够接受 对 我现在就要说下一个问题 就是接受 接受这个问题的话 一定是家庭的问题了 包括孩子的问题 所以男同事有没有能力协调 就是我可以 就是我特别喜欢小孩 就是我朋友的小孩 包括就是随便来一个孩子拿过来玩 随便来一个孩子我都特别喜欢小孩 但是我的主观并不代表对方整个家庭或怎么样和能来接受我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对方需要有这个把控的能力 是这样的 就是我朋友的 对 对 你来说呢 有爱情就一定不要放过 因为我觉得毕竟35岁了 对 但是如果没有爱情 我们就好好过好自己 我觉着 那同时我也建议你能够把工作的节奏稍微放慢一点 是 然后让自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是 因为你不走出去 对 其实你没有机会 对 就是面那几个人 是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 你看你的这种拿着这个相机这种感觉就很好 你可以多去参加一些旅友的这种聚会啊 俱乐部啊什么的 对 让自己就是面更宽一点 是 而且我要告诉你啊 这女孩越优秀啊 其实越难找 嗯 所以 所以因为你的 是不是 就是因为 我们主观就会认为能配得上你的人少 对 所以我觉得会压力很大 对 而且 而且我想补一句 嗯 你看起来特别阳光 嗯 又特别单纯 是 这个世界上单纯的人有两种 对 一种是因为没有经历没有见过 所以他的脑子非常的干净 是 所以他对事情想象非常的简单 另外一种单纯是我什么都经历了 我什么都见过了 我不想再给资格找麻烦了 我所有问题朝着最简单的答案去 嗯 你属于第二种 嗯 为什么 对 你跟我们讲的经历非常的简单 你跟我们讲的呃 你的状态也非常的简单 但是有一个地方 你刚才在对一号男嘉宾说的那两句话 都非常的深 都带着你对这些东西的看法 对 这里头毫无例外的 有着你的经历所造成的你对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的认知 对 所以很简单 对 今天有什么才艺吗 来一段吧 可以轻唱吧 当然可以 我估计我也可以轻唱啊 那讲在哪 谢谢 谢谢 如果一颗秋一滴水 我愿意轻起一片海 如果你要摘一朵红叶 我给你整个风链和云彩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 我敞开火热的胸怀 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 我陪你走到未来 春暖花开 这是我的世界 其实幸福 一直与我们同在 大家好 我是一号女嘉宾刘新宇 我今年27岁 我现在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秘书 今天聊到这里非常高兴 那么我希望找到一位 就是与我能够有共同缘 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